喜歡什麼樣的男生類型呢? 長得特別帥、身材很好的男生 大家好,我是蜜菲 今天非常感謝 感謝各位 謝謝你們 我的頻道呢 終於來到了二十幾萬了 謝謝你們 那這一次呢 我在我的Instagram上面呢 收集了大家的一些問題 所以今天呢 趁這個機會 好好來回答一下大家 因為問題實在是有點多 如果你還有什麼想要問 或是很重要 我一定要知道的話 請在底下留言跟我說喔 然後我會回覆你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退出M1了嘛 離開M1後 會往哪個方向走? 我在今年二零一八七月五號 就已經離開了魔鏡 之前的話我算是個人的 如果你有什麼傷害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私訊 我是季星的我寄下來喔 之後會往什麼方向走呢? 其實我時光還是會繼續開 在平常開IRL的時候啊 跟觀眾聊天 其實也算是我一種抒發情形的方式 YouTube的比重會稍微再重一些 打算要結婚嗎? 我當然要結婚啊! 我預計希望可以二十七歲結婚 二十八歲有小孩 這樣子 小咪什麼時候會帶來馬來西亞動漫展 cosplay呢? 目前我預定的話是 12月的那一場CF 預定而已 還不太確定 喜歡什麼樣的男生類型呢? 長得特別帥 身材很好的男生 我反而是不會想要去碰的 的確是很帥啊 看著賞心悅目 但是我其實自己 對某些方面也是會很自卑 我會時常會想說 啊!你長那麼帥你! 會有很多美女想要貼你 然後...之類的 現在我覺得如果我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那我要一直懷疑她的話 我不如不愛 什麼原因你變成九妹的妹妹 某一次的賣卡貝節目吧 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潔玲就說 很像廢物兄妹 其實具體我有點忘記啦 然後那時候才開始有這樣的說法 小咪玩cost多久了 過程中如何使自己更進步 應該是十一年了 其實在一開始我真的也是 什麼都不會 那當然我其實不是一個很容易服輸的人 所以在專門上面啊 我會去看一些美妝YouTuber 他們去介紹怎麼畫 然後看雜誌啊 那做衣服的話啊 就是我會去書 去買書來看 那到後面其實 對於那種裁縫機啊 或者是手縫一些技巧什麼的 都已經慢慢變熟練之後 就會再去買進階的書來 自己自修 其實那時候媽媽也不能理解說 這種東西到底可以 為你帶來什麼東西嗎 但其實我覺得 快樂是不需要理由的啦 未來YouTuber Cosplayer 直播主的比重會是多少 應該會是 YouTuber 直播主 Cosplayer 可能十的話呢 會只剩下1在Cos裡面 因為時間不太夠 拍YouTube的誘因 加近期目標和未來 鬼化為何 我第一次開始拍YouTube的是 好像就是跟九妹 那時候去地下街拍牛蛋 那時候她就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拍 我說嗯好啊 當時我們拍完的時候 她就有跟我說 她覺得YouTuber有一個 很強大的潛力補在那邊 你可以做的話就早點做 一開始的時候 我還是以Twitch的比重 比較重一點 當時千金魔鏡的話 她是屬於實況的經紀公司嘛 所以大家會以實況為主 那近期目標的話 努力在每三天更新一支片 對於現在的我來說 片量反而是讓我擔心的一點 未來規劃的話 我目前已經有 規劃好兩個系列的東西 所以在之後呢 你們可以在我的頻道上面看到 未來會不會去拍戲劇電影咧 其實我非常非常希望 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演員 畢竟演員是我非常崇尚的一個職業 她可以演出很多種很精采 不一樣的人生 實況圈和YouTuber中 哪一位是你所欣賞的人 其實我喜歡的YouTuber也還蠻多的 因為很多人我會說什麼啊 誰誰誰啊 就是會拍一些廢片啊 沒有深度 只是在那邊跟小屁孩一樣 巴巴巴巴巴之類的 但是YouTuber這個平台呢 是可以給任何的創作者 都可以把你們創作的影片 放上去平台跟大家分享的 我欣賞的YouTuber的話 應該是台客劇場吧 她其實很多的影片都很正面 平常會去看她的影片 實況主的話 我自己定期都會看的一個實況主 她叫做阿金 雖然她也是一個肥宅 然後她很容易憤飾記住什麼的 但是呢 我非常喜歡看她的實況 而且我還會訂閱她 我已經訂閱她幾個月了吧 雖然我對她並沒有任何的幻想 我覺得我希望我可以去支持她 這是我覺得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當然影片也分成非常多的種類 例如像電影 電影有文學片 愛情片 人生自傳 激勵人心的 教育片 像三個傻瓜 或者是我非常喜歡看那種 偶然片 多混聚 就是一個影音在出來的時候呢 它給人家帶來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也有可能說它的目的就是不一樣的 影音的創作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也算是 藝術的一環 我之前聽過一句話非常的好 帶給別人快樂 就是最高的藝術 所以對你而言呢 這個東西 是好東西 還是廢片 不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去評判這些事情 在COS的製作過程 道具衣服 有遇到什麼困難的事情嗎 有一次幫朋友做一套衣服 然後我已經做到了大概半夜2點多了吧 然後在休息的時候咧 你就突然聽到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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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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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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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問影眼是哪一排的咧? 我基本上都是帶韓國的 那韓國的話隱形眼鏡我都是去 OLEN 那請問平常覺得壓力大的話會怎麼紓壓呢? 我覺得會爆哭欸 我就是越想越不對勁 然後覺得啊~~我找不出來 我就會坐在床上抱著枕頭大哭 哭完之後呢我可能就會站在比如說 頂樓啊或者是樓梯間那邊 翠翠敷我然後說嗯~~其實人生也是很美好的吧 不要想不開啦 當Youtuber不會覺得很累嗎? 很累啊~~ 反正人生就這樣哭斷了 多多去嘗試一些各種不一樣的東西 讓自己生活更豐富一點 那會自己比較開心一點吧 有什麼話想對現在正在迷茫中的心聲 Youtuber說的嗎? 說實在的啊! 我現在也很迷茫 請問如果不是現在Youtuber職業 而是一般職業也會朝向哪裡發展 我應該會選擇去當漫畫家 我非常喜歡畫畫 大概小學的時候吧 我會自己去買書 然後看相關怎麼畫漫畫 怎麼分鏡啊 怎麼貼網點等等之類的 他都喜歡看小咪COSE 但最近好像都沒有在COSE 之後會出嗎? COSE的話 最後就回到前面的問題 礙於時間呢 我可能COSE的次數不會那麼多 但是我心裡還是非常熱愛COSPLAY了 每天看到家裡的亂象 小咪有想過改善一下嗎? 包括壞習慣 你知道習慣這種東西就是 從小養成的嗎? 對我來說 只要不影響他人 我都覺得還好 因為像很多人說我房間很亂 但我自己個人住 所以其實也不會影響到其他人啊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 10萬跟20萬的QA 非常謝謝你們的提問 在未來的日子呢也多多指教 謝謝你們 那接下來就要準備進入30萬了 希望我接下來的影片呢 你們都會很喜歡 然後還有我新推出的新系列 也希望你們可以多多支持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並且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你們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想問我 那如果我覺得不錯的話 我就會在底下直接回覆給你 最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才可以準時接收到新的影片上市通知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囉 卡卡蜜啦 我是米菲 下次見 掰掰